SMB Capital的Mike Bellafiori最近在文章中,分享了八項他認為交易者必備的八種良好心態。 1.持續集中。Belafiori以旗下一年輕交易員为例。他在整个交易日中。只聚焦在交易资讯屏幕。除备免长时间过路。而在日中小休。几乎全日皆持续集中。且非常乐在其中。这是此一良好心态好例子。 2.不先入为主。最好的主动型交易者。都是让价格走势说话。他们可能有自己的交易观点。假设。但一定会以价格走势作确认。来判断下一步行动。细心观察价格动向。自会遇上走上门来的交易机会。 3.将强项连结到交易手法。对于反应快的交易者。短线即使或许事教适合的选择。而习惯深思熟虑的。 侧应考虑较长的操作时框。手法配合强项对最佳心态而言不可或缺。 4.广且当我们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。会比较快乐。 4.合作。Bella Fiore发现。其其下交易员中。互相合作者表现最为理想。 5.有效合作的价值。可将各人的职效倍增。单独思考难免挂一流慢。 5.有时又会低估了自己交易点子的潜力。 透过交易者间的良性互动。可提升决策的质素。 5.受控的攻击性。Controlled aggression。Bella Fiore指这可能是主动型交易者最重要的元素。 当交易者见到适合自己手法的好机会。当然应奋力出击。但当走势的展开未如预期。 6.则应快速离场。宿主。攻击性不足。与不受控制的躁进。都难以取得理想结果。 后者甚至会带来过大风险。 6.接受现实。当交易者依照计划。妥善执行一宗交易。 那不论结果如何。都是可以接受。交易者要明白。自己的责任是做好交易过程。而结果没人能够控制。 7.学习。每次交易都是学习机会。而透过福利效应。下次交易可享受到以往累积的教训。 8.让交易者变得更好。目光大可放远。不妨想象若能从每次交易。都学懂一点什么。 10年后会累积到多少进步。 8.沉着冷静。Belafiori指他们在招聘时。会以此作为筛选条件之一。 10.当交易者面对困难的交易状况。会如何应对。每次遇上困局。都是个好机会。自我训练保持镇定。以其提升在不利环境下的状态。 10.当交易者变得更好。